大周看电影 杀手杀人总有过价钱 从最低的几万元起至几千万 但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杀手 传闻他杀人不收酬金 但杀的都是该杀的人 他自称为吃天使 意计惩罚罪恶的天使 但杀手界却尊称他为杀手之王 故事便从这里展开 一位名叫梁伯的老者聘请杀手 行赐一个日本财阀的首脑 只因这个财阀在清华战争中 让老者家破人亡 老人付给杀手的报酬 只是一箱军票 几天后 日本财阀在严密安保的住所中 死在杀手的枪口下 紧接着财阀生前所设立的复仇机构 开始启动 悬赏一亿美金追捕杀手及其幕后指使 世界最出名的杀手都通过代理人报名参加 虎视眈眈盯盯住了这笔巨额的赏金 连财阀的孙子都率领实力强横的杀手团加入 为了获取这巨额的赏金 名不见经传的杀手小傅和他的经纪人鳄鱼 也加入了赏金猎人的行列 财阀的孙子婴儿根据线索率先找到梁博 尾随跟踪的鳄鱼跟小傅两人 也来到梁博的住所 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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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역시 separ 凡是 凡是 凭是 凭合 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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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凭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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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大夫 你没事吧 回答我 我是鳄鱼 鳄鱼 你他 是老子 闪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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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了 你别闻了 我 你跟他說我 我是無辜的 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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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們說 只要你在那邊救我 林伯 死了 剛才說什麼 他跟你說什麼 說什麼 這 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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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梁博开始找的杀手就是鳄鱼 二人约定事成之后给钱 哪知道几天之后 这个日本人真的被赤天使杀了 梁博不明就里将卖军票所得的二十万 转进了鳄鱼的银行户头 此时鳄鱼想借梁博之口说出实情 证明跟自己无关 哪知梁博惊吓过度直接死翘翘 终于婴儿知道了梁博找鳄鱼的事 他认为鳄鱼就是赤天使 所以派杀手前来自杀 那些地方是最后陪总之一 二十万里的银行户 二十万里的银行冒 一与这儿 一双 二十万里的银行户 一内心户 二十万里的银行户 二十万里的银行户 优优独播剧場 小富跟鳄鱼经过一番拼杀之后 死里逃生 逃出来的二人经过商量决定 将计就计 既然都认为鳄鱼是赤天使 那就打着赤天使的旗号 他们找到基金管理裁判长毛 小富当场用枪射杀了赤天使鳄鱼 结果长毛说 理论上赏金可以给小富 但是现在他做不了主 原来基金由鹰二一伙控制 无论谁找到并杀掉赤天使 基金都会进鹰二的药包 随后复活的鳄鱼跟小富 以及赶来支援的赤天使 与鹰二一伙展开生死较量 果然被你猜中了 好了 因为我还没死 大家都没了 我们先走了 你的五百万地金 不要了 还给我 快点 我说这天使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我看他很喜欢迟到 原来你早知道是他 我看你 让你打的 他有一个男女 那女的很厉害喔 我来对着他 你是不是女的 他是不是女的 他是不是女的 Godron 好 走啊 3、4 声音爆味 这给你 过去一点 都给你点 看你怎么死的 我拿着你的法子 你也不用脱衣服 身段力的不错 我的屁股 这个沙标 推脚 这个沙标 第一个沙标 好 啊 走 杀了婴儿 拿到了赏金 全篇演技担当 也是本篇最精彩的戏盒 就是曾志伟 他一个人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及故事中所有的人 滑的时候一点不生硬 该震的时候一点不挫 心酸无奈的时候 几个动作和表情 就把内心的无奈 不爽 与那种纠结 表现了出来 尤其是他大意凛然地 向对方表明身份的时候 那份自信和豁达 令人肃然起敬 怎么分账呢 晚点再说 反正又不止合作一次 现在我是你的经纪人 但是我对你的功夫 还有点怀疑 那你想怎么样吗 还敢抓你 上班就害的 三个妈 别害你了 干嘛一直看我 给你三十秒 你们这件事 你们这件事 想干什么 你骂谁叫我 找死你 交给你了 你太怕的 你打完你这想跑 别走打我 你打完我 OK 开口直吧等我 OK 哇 救命啊 我从小就练功 一餐顶三天 不看一餐顶三个月吧 走啦 走啦 声音上门了 等一下 打包 打包 听David说你做运输业 我不是做运输业 是啊 岳不复以前做运输业 现在是做空运 空运 空运现在的竞争很激烈 是啊 我也不是做空运 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矮骡子 爸 女儿 我不想再说谎 就算今天骗得了人 以后被人知道了 人家会更看不起你 你可以生我的气 但是你放心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我只是希望 有一天你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 出人头地 胡先生 你放心 我女儿一直都很反对我做那种事 所以我想 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 打扰了 爸 剧中梁永齐那个角色的男友父亲给人印象不俗 演员虽然没有什么名气 但角色却不一般 几句寒暄 谈笑间化解一切尴尬 周边下就洞察人心 得知真相后仍能不温不火 简单几个镜头 几句对白 就把一个成功人士的从容大度刻画出来 这几乎也是当年港片的一个特点 对小角色的刻画 时常更令人印象深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分享点赞 给了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